欢迎大家来到王老师仲裁园地 今天和大家谈谈自己综合斗角的体会 今天谈三个问题 一,斗角的概念 二,自己中国的斗角 三,如何综合斗角 先讲第一个问题,斗角的概念 斗角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 虾义的斗角,情字姜豆,最长姜豆 而广义的概念 贩旨和家果的斗里桌 常见的斗角有 姜豆,菜豆,扁豆,碗豆,传豆,刀豆,丝林豆,毛豆等等 本文书的斗角 斗角主要是指姜豆和菜豆 菜豆中含有丝鸡豆,云豆和油豆角等一大类的豆类 第二个问题,谈谈我们中国的豆角 我们称中国多种豆角 今年中最长中的是以下三种豆角 一,洛姜豆 从家果的设置上分 姜豆有洛姜豆,白姜豆和紫姜豆 中作最多的姜豆是洛姜豆 洛姜豆加果的颜色呈现脆弱 洛姜豆的浅微较细 可干鲜甜脆嫩 适合草食,凉拌 还可塞成姜豆干 洛姜豆因此硬性广,康比利强 采收气肠,产量高而稳定 因此它是菜牛们嘴鸟一种的一种姜豆 洛姜豆,也是我们喜舍爱种的主菜酱豆 我们年年种,年年奉产 第二个常种的豆角是九里白 九里白豆角的形态成圆棍形 越老,豆角越白 完整的豆角里面含有九里种子 因此吃豆角,叫九里白 九里白豆角白白胖胖 少浅微,耐绕化 嫩的时候爽脆 老的时候无精 用之后口干好 因此九里白又成白不老 九里白早说风产 另外是硬性强,抗寒,抗病,耐了性好 因而批广泛重则 第三个我们常种的豆角品种是东北油豆角 油豆角是中国东北地区特有的一种柚子的菜豆品种 因将来油分含量较高而得名 东北油豆角有多个品种 常见的有 黄金钩,小油豆角,大马脏,一点红,紫化油豆角等 我们中的是紫化油豆角 紫化油豆角,甲大为厚,浅微少,饶而无精 又是软怒,口干流合 但把这含量口大,干重的百分之二十 因而它是豆角做好吃又有营养的鸡品 没做到阳光的油豆角的豆角是淡螺色的 当豆角做到阳光后 在豆角上就会出现紫红色的半纹 东北油豆角的产量 虽没有姜豆和酒留白的高 因其品质特措 我们仍每年多种它 上市善重豆角 在生物学特点上有共性 豆们按捏似症方向 围绕支撑杆 向上攀爬肾长 再赔上要搭架子 豆角的发芽可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是营养肾脂 中后期是营养肾脂和生热肾脂并定期 豆角 虽是意念生之物 但在设议的条件下 只要管理得好 能实说多次开发去设 这是第三次开发介绍的豆猪 下面着重谈谈 中号豆角的几点体会 双瘦的豆角 虽然在形态 生热肌 口感品质等方面有差异 但是它们在发芽特性 对困境需求 以及管理出事方面有许多共同点 先就中号豆角 谈细体会 体会一 要摄氏补肿 豆角所喜闻来来的作物 所以身上的温度为摄氏20到30度 它对低温敏感 15度以下身上晚慢 摄氏时就身上受到一致 因此 春季中的豆角 凝迟不少 不要在气温地时 陆地补肿 因为气温地时 豆种被一出苗 幽苗生长 会发生江苗不发 我们在美国中则落皮具 深衣补肿的豆角的时间 应在五月上行 是五月中心 体会二 要培养撞苗 豆角种子 可用种子之博 也可以幽苗移栽 由于之博 我们不知道种子的发芽率和生长时 没法确定哪里种子补充后会出苗 和生长快 而通过吹药幽苗 就可以从发芽的种子中 显得生长优质的创芽经营部种 予以培养出生长准期的创芽经营移栽 因此 我们种的豆角 多采用幽苗移栽的方法 在生涩下 用幼稚的豆种经营落个小时 在三四度温度下脆芽 一到两天后 豆种就脆芽了 在四四二十五度的时温下 这状牙不种幽苗 为了培育状苗 我们在幽苗处上方增添了人光光源 并特别注重在天晴时 让幽苗堕塞太阳 这是我们培育的各种豆苗 这是酱豆苗 这是四季豆九六百的幽苗 这是东北游豆角苗 这些苗出苗准期 生长健壮 综合豆角的第三点体位是 要适当吸着 豆角是喜光 较耐汗耐肥的作物 所以在土郎身后 保随性强的肥药的土郎中生长 种植密度要适宜 密度过大和淡费过多 豆角这处土长 就会导致田田幼壁 造成落花落脚 进而发生病害 产量降低 多年中 我们种植豆角一直是这样安排的 在西宽1.2到1.4米的西面上 种豆组两行 株距为30到35公分 行距为60到65公分 每月种两株 这样的种植密度 对于上色山种豆角的生长 都是合适的 对于大角 我们一直是用2.1到2.4米 也就是7英车到8英车长的 圆一只杆 搭建一只连派角 让豆马向上盘跑 用植杆搭建一只杆 适合豆角自乱盘跑 而用盲植和柵栏 让豆角盘跑不是太适合 因为豆角的藤蔓 在自乱状态下 是一只整方向 沿着杆向上盘跑的 中华豆角的第一次的体会是 要合理施肥 要豆角长好 一般要在种着地 施作继肥 在生长期间 还要在不动阶段 进行最肥 允许有人会说 豆角之外有根流 能骨蛋 种着豆角之外 可一不施氮肥 这种观点 来自于书本的教条 我们认为 种豆角植物 不是氮肥 是长不好的 这主要是 豆角植物 根流不发达 即使根上会形成根流 吃根流 也要在生肥中后期才发生 豆角植物身脏的虚蛋量 主要靠根气从肚囊中吸收 另外 在舌线中也可以贯彻到 不是氮肥的豆柱 人表现错严重的缺氮 例如 一片雀肉发黄 蜘蛛瘦瘦小 我们一般在 豆苗移栽后 使用 三八倍的 鸟酥水 永远交根 每一样 五八毫升 相当于每一样 是鸟酥1.6克 鸟齐 每个两周最时 一次鸟酥 共两次 当进入化期以后 计较器 要控制氮肥的用量 最肥改用多元素负荷肥 其中 单磷酱的比例 为 二十四 比八 比十六 新加负荷肥 配置成 三八倍的蓝色水溶液 十天左右 交根一次 每次每月 用量一升左右 相当于每一样 最肥 三点三克 第五点体会 要节食供水 豆角在生长期间 需要足够的水分 但是 豆角油不耐烙 雨水过多 或者土浪 瘦度过大 很容易倒置 豆柱受测烂根 所以 在豆柱的种子中 就是浇水 就是控水 都很重要 豆角这柱比较耐汗 除出现特别的高温 干旱天气外 一般不需要天天浇水 保湿土呢 有一定的深温度就可以 幼妙期 天晴子 每个一星期左右 浇水一次 进入化期后 接浇期后 在正常情况下 每个三到五天 浇水一次 豆角这柱 最一塞老的时期 是七月到八月的初期 此时的天气炎冷 土浪缺水 豆柱 一收到干旱些波 会发生一片王画 和特洛德塞老状况 因此在处期 天晴子 要接受补水 只要处期 把养根宝爷的 教税补水 出事做到位 就能延万 这柱塞老 安前月下 促进化药 再度分化 使秋季 忍能才加不断 中号豆角的 低流体会 是要让这柱 通风投光 天晴又闭 是斩博好豆角的 要是豆柱 多开花 多结架 产粮高 品质好 就要是豆柱 通风投光 要是豆柱 通风投光 一是要吸着 二是要合理准滞 关于适当吸着 前面已经提前 先介绍合理准滞 合理准滞 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操作 第一个操作 是麻醋液芽 煮慢 低有花芽 以及各界位的侧芽 一零一麻醋 低有化续以上的各界位 多数具有花芽 又有液芽 将多数的液芽 也要扎除 以出境主经 和花芽的伸张 第二个操作 是车子扎芯 在车子长出的情况下 可留低液扎芯 利用车漫 第一阶营成花絮 对生长牵状的车子 也可以扎芯保留 这利用车漫 就叫 第三个操作 是主慢打顶 主慢长至两米以上 时要打顶 搓进各花絮上的孵化芽形成 也方便采收豆芽 第四个操作 是输与通风 当肥碎过作 蜘蛛营养受伤观望时 被签要扎除脑油后 病业 还要打趋 过多多静慢 以改善蜘蛛内的通风 透光环境 今天的视频 主要介绍了 综合豆芽的体会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